请中选会也应该要负责 沿题未来公投采电子投票 并非网络投票的可行性 本次投票为历来规模最大 选务作业最复杂的一次 所有投入选务工作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 本人还是要再次的表达感谢之意 而这次选举在投票当天引发严重的民怨 开票作业也延到隔日的凌晨三点才完成 中选会事前未能规划周延 适中也未能有效的因应 而且加以排除造成国人的不变 陈主委虽然已经请辞负责 中选会仍然应该深刻的记取本次的经验 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就本次选务工作的执行面还有法规层面 要进行彻底的检讨亡羊补牢 而且该修法的就要赶快修法 而未来选举合并公投举办一定会成为常态 请中选会重新检讨整个选务的作业 并且在一个月之内提出逐项改进的作为 包括公投案 从查验连数 应该要避免死人造假的连数 而公投主文的设计 到公报刊登的内容 合理的办理的时程 以及两种投票程序 同步进行的有效的分流的方式 另外 有关社会的各项建言 也都应该作为下一次选举的妥善的因应 而此外 请中选会也应该要负责 延提未来公投彩电子投票 并非网路投票的可行性 也请国发会与相关部会协助 政府应该要开始推动 但是没有设定期程 要在下一次选举就要进行 目的在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之下 提供另外一种可行的途径 而本次公投多项议题跟行政院 课证推行的政策相关 行政院会尊重公投的结果 同时也会负起责任 就牵涉立法跟行政的部分 持续与国会执政党团充分的讨论 即刻启动各项政策的检讨 而且会依据公投法第30条 相关法定的程序规定 尽速地完成后续相关的工作 而未来相关行政部门 在公投进行之前 也要负责任的 让社会大众清楚地了解 公投议题的内涵 还有政府部门 对该议题的态度 使全体公民对公投议题 可以有更充分的讨论 还有思考 让公民投票成为一种 由人民做主 人民直接行使 创制复决权的 成熟的民主的制度 以取代政党间 对重大议题上的对抗